形态各异猫咪的画法 我们呢,首先来准备墨 将猫咪的轮廓勾了出来 然后呢,我们为了让猫咪呈现一种动态的姿态 所以我们要自己给它设计下它的动作或是它的姿势 你看,墨是很快在我们的这张纸上晕染开了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这只猫咪呢,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动作 你想学习更多国画猫咪的画法吗? 请点击下方专栏,我们不断更新课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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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